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 怎么可能公平 你出生在农村 盖茨的孩子出生就在盖茨家里面 你能比吗 但是有一点是不公平的 比如盖茨一天24小时 你一天也是24小时 假如工作是不开心的 你做的事是你不爽的 可以换 千万别做 做的这个工作 讨厌这份工作 我觉得这些人是没有意义的 娶了这老婆 天天骂老婆又不离婚 什么意思 对不对 所以我想每个人要清楚 世界不公平 出生的条件不一样 但全是可以幸福 幸福是自己去找的 让我们的年轻人明白 不要怪别人富 不要怪人家有钱 而是我都会改变自己 对社会有贡献 我寻找快乐 寻找幸福感 创业不会给你带来幸福感 它会给你带来快感 但是快感的背后 会带来很多的痛苦 而真正的幸福感 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知道给别人在做什么 你会逐渐逐渐地 从痛苦中 找到那些快乐 所以今天请大家 我们会要抱怨 如果你想成功 看任何问题 积极乐观地看 人的心态 决定姿态 再决定你的生态 心态好 自然会好起来 你们要比的是 20年以后 谁能够成为这样 至于哪家公司 哪个行业 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新浪 微博 抓住这个时代 什么是下一个 最好的机会 告诉大家 上一世纪的商人 抓住机会 会成功商人 下一世纪的商人 企业家 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才真正成为 这样伟大的公司 去想 你为未来 你为社会 能够解决什么问题 这样的人 才真正会成功 而真的要做这件事情 从完善自己开始 Nobody is perfect 没有人是完美的 社会不可能完美 因为社会 是有所有不完美的人 组织在一起 你的职责 就是比别人 多勤奋一点 多努力一点 多有一点理想 世界才会好起来 我就是这么走过来 我没有任何理由 走到今天 每一的理由 我比 我同龄代的人 更加乐观 更加会找乐子 更加懂得 左手温暖右手 相信明天还会更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